大家好,欢迎来到爱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年龄是女人的秘密 但当我们看到华人演艺界与时尚界大家公认的动灵女明星时 我们都被她们的美丽所惊艳 像是今年刚满40岁的林傅萍女神怜依诚 到73岁的婚纱女王威威 却然然保持最美的状态 那么,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人类的青春并不仅仅取决于年龄 而是受到细胞端立的长度影响 只要我们能够将这些抗老的关键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你和我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位抗老的男神或女神 抗老秘技第一招,端立的秘密 首先,我们来认识抗老的秘技第一招,端立 端立位于我们人体细胞染色体的分裂末端 他们背负保护记忆密码的重则大刃 主要的作用是确保染色体结构的遗传和控制细胞的分裂 端立确保每个染色体不受损坏 达到完整的复制 端立就像一根蜡烛,烧得越快 我们就老得越快 因此,许多科学家认为 端立越长,表示细胞可以分裂的次数越多 我们就能活得更久 同时也能够晚进入便老的阶段 然而,端立的长度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 简而言之,老化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 但我们可以影响老化速度 科学家发现,细胞的健康和端立的速度是影响我们的衰老的关键 我们的生活方式 包括饮食习惯、生活作息和情绪压力的反应 都会影响端立的健康 研究显示,端立短越短的人 罹患心血管等疾病和死亡的风险也越高 一向持续了22年的研究招募了64,637位受测者 发现严重的端立短度与心血管疾病或癌症等疾病的风险明显增加 因此,了解端立的长度害保持其健康非常重要 避免端立蜡烛两头烧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保护我们的端立? 让他们烧得慢一些呢? 抗老秘技第二招 让你变老的凶手是谁? 这是我们进入抗老的秘技第二招 我们将了解加速端立缩短的凶手 让我们看看是哪些生理和心理因素影响了端立的健康 生理因素氧化压力 氧化压力是一个让我们端立缩短的生理因素 这是由于腺力体和抗氧化反应不平衡所引起的 腺力体质氧气在体内代谢后产生的产物 它们的活性非常强 可以与身体内的其他分子发生强烈的反应 当我们呼吸时 氧气除了赋予我们生命力外 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的分子 它们会损害我们细胞的结构 包括端立 这种情况被称为氧化压力 是端立缩短的一个主要原因 心理因素情绪压力 除了生理因素 情绪压力也是一个让我们老得更快的心理因素 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下的人会释放出压力荷尔蒙 如皮之醇 这些荷尔蒙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 还会影响我们的生理健康 研究发现情绪压力可以导致端立缩短 加速细胞衰老 这是因为压力荷尔蒙会影响端立酶的活性 使其不能有效地保护端立免受损害 因此 我们应该尽量减少压力 以保护我们的端立和缓解老化过程 抗老秘技第三招 饮食的力量 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端立和影响它们的因素 那么抗老的秘技第三招就是饮食 饮食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影响我们的健康 还能够影响我们的端立 超级食物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一些被称为超级食物的食物 它们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 可以帮助我们对抗氧化压力 一些常见的超级食物包括 人媒富含抗氧化剂 有助于降低氧化压力 坚果 包括核桃 杏仁和腰果等 富含健康的脂肪和抗氧化物质 绿茶 含有茶兜酚 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效果 深色蔬菜 如菠菜 绿花叶菜和线菜 富含抗氧化物质 这些食物可以作为我们饮食的一部分 帮助我们维护端立的健康 并减缓衰老过程 减少加工食品和糖分 此外 我们应该尽量减少加工食品和糖分的摄取 研究表明 高糖饮食会增加氧化压力 导致端立缩短 因此 避免过多的糖分摄取 对于抗老非常重要 抗老秘技第四招 运动的魔力 抗老的秘技第四招是运动 运动不仅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 还可以影响端立的健康 让我们来看看运动如何帮助我们抗衰老 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 如慢跑 游泳和骑自行车 可以增加心脏和肺部的健康 同时也对端立有益 研究发现 有氧运动可以增加端立的长度 减缓衰老速度 高强度间歇训练 除了有氧运动 高强度间歇训练也被认为对端立有益 这种训练方式包括短时间内高强度的运动 然后休息 研究显示高强度间歇训练可以改善细胞的健康 包括端立 它可以增加端立酶的活性 有助于保护端立免受损害 重力训练 重力训练如举重和体能训练 可以增加肌肉质量和骨密度 同时也有助于保护端立 这种训练可以刺激身体产生更多的端立酶 有助于维持端立的健康 中上所述 运动是抗衰的一个重要因素 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 同时也有助于保护端立 减缓衰老速度 抗老秘技第五招 足够的睡眠 最后一个抗老的秘技是足够的睡眠 睡眠对于我们的整体健康非常重要 它也可以影响端立的健康 研究显示 睡眠不足和不规则的睡眠模式 可以加速端立的缩短 这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增加氧化压力 影响端立的稳定性 因此 确保每晚获得足够的睡眠 并保持一个规律的睡眠时间表 对于抗老非常重要 抗老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主题 涉及到多个因素 包括基因 生活方式和环境 端立作为我们细胞的保护者 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通过了解端立的功能和影响因素 我们可以采取措施来保护它们 减缓衰老的速度 遗传因素虽然不能改变 但我们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选择 包括饮食、运动、减压和充足的睡眠 来提高我们的端立健康 最重要的是 抗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如果您想保持年轻、健康 并减缓衰老的过程 请考虑遵循这些抗老的秘技 与实现长期的健康和幸福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 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你的目标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最新通知 感谢您的观众